关于字母S的发音,字母S在轻辅音后读S的音 在着辅音或者说语言音的后面它要读做Z的音 那轻辅音咱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跟我读一下 注意读这个音的时候一定要咬舌尖 跟S的音很像 好,着辅音跟我读一下 注意在读着辅音的时候 它声带是有震动的,就是把你的手背可以放在你的喉咙下面 看有没有震动 注意在读它的时候要咬嘴唇 注意在读它的时候要轻咬舌尖 这两个音嘴型是一样的,只不过发音不一样 上面这个要吐气的 下面这个是 这个声带有震动的 最后一个是 好,咱们来通过几个单词来练习一下 注意字母S在轻辅音后读S 在着辅音或原因后读S 好,这个单词原因组合是A 前面这语音是我,我A,位 S在原因后面出现了 所以说它变成S,位Z 好,咱看这个单词 咱们先不看S 看见结为E,往前数两个字母 第二个字母是A,那么这个原因就读A 好,读到这里要注意一下 虽然S在原因的后面出现了 但是字母E咱们说在结尾是不发音的 它两个是一整个原因 是一个整个原因的整体A 所以说相当于S在K的后面出现了 这是轻辅音 所以说S要读做S 好,再看一个单词,原因是A 什么这语音是K K,K,A,K,福音是P,K,P 色色在轻辅音后面出现 所以说读S,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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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看一个单词,原因是A 后面的语音是G 注意两个歌就发一个言 G,EG 歌是猪辅音 所以说色要变成Z EG,EG,EG,EG 好,原因是A 前面的语音是B,B,A,B 原因是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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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是猪辅音 所以说色要变成Z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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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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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好,原因是A 前面的语音是K K,K,A,K 福音是B,K,B,B,B 是猪辅音 所以说色色要变成Z K,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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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各位 赶紧把色色的方语练习一下 谢谢观看